建制派都有很多雖然不能夠提名我 都表示支持 都很感謝 建制派亦有些力排中意提名我 還開聲出面來支持我 這麼夠義氣 很感謝他們 為什麼不可以提名你呢 因為他們的大佬不給 譬如說有些商會說明他們的主席 有建議 是吧 有些人大政協的常委他有身份 我完全接受的 我不會煩他們的 因為你做人大做常委 特別是國家制度的一部分 如果國家有意見說某候選人是唯一可以接受 那麼他去支持 我完全不介意明白的 是吧 但是有些商界那些呢 我就希望用政綱打動他們 也都有很多表示來找我 歡喜我的政綱 曾經我那裡有希望 有好幾個商界界別來跟我說 想幫我入閘 結果都是沒有法子做得到 真的很可惜 這次就很明顯了 中央政府是全力支持林太 我當然是吃虧的 你如果知道這麼多的環境 如果做一些中央表態 你未必會來 當時自己出來 是不是都有信息告訴你 你出吧 這次有個公平競爭的 你可以有機會自己決定 中央不會陰點 有沒有那個信息給你呢 中央政府永遠都不會說自己不公平 但是我跟中央政府的溝通 他們從來沒有說不讓我選 也沒有叫我停我的選舉工程 有沒有鼓勵你出來呢 有人問我為什麼你不早點出聲 這是什麼時候說早點 很早我們都覺得你是會選的 因為這樣各位都知道 可能各位都聽過 胡官自己都說 他早就已經報名了 我記得他好像在四月 曾生又有人遞信 我想其實有不少人是比我早去中央摸底 不止胡官和曾俊華 就有其他人 你理解有什麼人 我聽過的名字 但不要提 免得令人尷尬 那些都是報紙時時賣的人 一定有人是比我早的 即是中央已經考慮了 那時候是沒有我的名字 所以也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早點出聲呢 我要選劉法會 那個灰心去到哪一刻 就知道自己真的沒有希望 上個周末 都是上個周末 很遲的 一直都是希望有機會 發生什麼事 令到你覺得應該都沒有了 因為知道建制派就捆綁 真的是非常捆綁 譬如有些建制派 譬如省級政協 你看到他們請林太 連我都不請 很明顯 那些區議員都找不到 雖然你說港九區議員剩下 曾鈺誠說剩下200票 還有機票 找到找不到 港島跟我合作過的 都不接電話 你知道就是被捆綁了 那如果林太邀請你加入政府 你怎樣 我沒有興趣 真的沒有興趣 我想她也不會邀請我 她不會邀請我加入政府 因為她的陣營這麼大 是不是 有時間派 派位也有時間派 是不是 你提過行會也不考慮 不會 即使是因為黨的身份 也不考慮 是的 因為的而且確 你做了行會 就是田北辰所說 黨的立場是有所限制的 上屆撐的梁先生也不辛苦 下屆可能更辛苦 更影響我們黨的空間 所以是制不過的 好久不見 請問我 哪有些人 請問我 請問我 充滿 充滿 是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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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